而要说到花莲震灾 灾情惨重 各项振兴的工作 也积极地推动当中 包括了台中市长卢秀燕 特别是号召了 三位女县市首长 宋爱到花莲 姐妹县市带来了温暖 花莲县长徐真卫 也在地震发生以来 首次面对镜头哽咽落泪 可能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落泪 谢谢 不是 不是 这三十几天不心痛 而是没有时间 但是因为我们的姐妹来到这里 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让我的心 让我的心通通放下 展示会场琳琅满目的 花莲在地名产 因为地震却消不出去 来自兰宁四个县市的女性首长 齐聚花莲伸出了援手 除了持续地进行募款 也承诺将会扩大协助对花莲灾区观光产业的支持力道 我们会有一些团体会号召会邀请进到花莲县来 希望能够振兴花莲的观光跟经济 他们的破要出去 所以我们各县市政府我们都说我们会提供我们相当的场地和相当的适合的这个产核来提供给他们 那协助花莲县政府帮助花莲县各行各业把东西卖出去 为了协助花莲地震灾后的复苏重建 花莲县政府积极办理各项振兴推广活动 光是农特产品和办手礼就多次前往台北办理展售 希望能够为业者批一条生路 国民党女性县市首长组成女力联盟平日交流密切 正在过后徐正未打电话向姐妹涛求助 获得了热情的回应 除了捐款也承诺会把人带进花莲 让花莲的货能够卖出去 女力首长们相挺 也让花莲人看到了外界的关怀 希望尽快从灾后再战起来 人间威声我们想要在花莲的采访报道